这些菜脯 冬菇 还有冬菇 冬菇 温水清洗 热水浸完 我有用花生 用即食的花生 冬菇切粒 冬菇水要保留 我用即食的花生2汤匙 要轻轻碎碎 不要碎得太碎 碎到一些大粒 一些小粒 热水 热锅加少许油用中火 冬菇和菜脯要慢慢烘干水分 然后可以加一些即食花生 给一些时间慢慢炒一下 你就会闻到花生的香味 加少许胡椒粉 炒到冬菇和菜脯 没什么水分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备用 我做这个萝卜糕 只用一种粉 尖米粉 还要准备蘑菇蒸 尖米粉一定要过篩 然后放在一边备用 这里有一条白萝卜 刚刚好一磅 用一个粗一点的刨 刨粗条 刨到最后的部分刨不到 剩下的就切粗条 将刨好的萝卜 倒入蒸萝卜糕的器皿 倒下之后应该有八成满 这里一磅的萝卜 我用了三杯水 在最后的杯水中 用冬菇水 不够分量的就加一些清水 这里总共用了三杯水 去到水位就去到八成满 即是一磅萝卜三杯水 萝卜比较寒凉 我加了两片姜 将萝卜水和姜 倒入锅里 然后加一茶匙糖 盖盖大火滚起 滚起后不要煮 要立刻开盖调味 拿起一块姜片 然后加一些蘑菇蒸 再加一些胡椒粉和盐 加多少的份量 你可以试一试味 再调教 要趁热加尖米粉 不要让萝卜水冷冻 1磅萝卜3杯水煮滚后 加一杯有3杯尖米粉 分开慢慢加入 要切底搅匀 要切底搅匀 我用了4份3杯 即是尖米粉的份量 用了1有4份3杯 下了尖米粉后 要切底搅匀 搅匀 搅匀后的稀稠程度 就像现在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吃硬身的萝卜糕 如果你喜欢吃硬身的萝卜糕 剩下那4份1杯的尖米粉 都可以加进去 加不加,随你喜欢 接着可以加一些冬菇菜脯和花生 拌均匀就可以了 用刚才凉夺萝卜和水的器皿 掃一点油 要留意 在我现在开好的粉漿 稀稠程度 开好之后 要像现在这样 你蒸好之后 就会刚好 不会散开 其实尖米粉也不需要计算 什么份量 你开好之后 稀稠程度 就像现在的影片 这样 蒸出来没问题 就是这样的 把鱼肉切成小块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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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ke 骨子 骨子 整理 一块 可以用竹签測試一下 沒有粉漿黏住便是熟 要完全放涼 放涼後放入冰箱冷藏 已經冰了一晚,看看如何 可以切開你喜歡的大小 這裡要注意一下,冬菇、菜脯和花生的份量已經很足夠 現在看得到,不要放太多麥麻麻,會令蘿蔔糕鬆散 煎香便可以吃 想香脆兩邊都要多加一些油來煎 很實淨的,不會散開 現在夾開看看 讓我吃一點再說 嗯,一磅的蘿蔔,用三杯水煮滾之後 趁熱,加一有四分三杯的尖米粉 做出來的蘿蔔糕剛剛好 如果你喜歡吃硬一點的蘿蔔糕 剛才剩下的四分一杯的尖米粉 你也可以加進去 還要注意的是,冬菇和菜脯 一定要中火慢慢炒至收乾水分 今天就這樣,下星期再見